大家好,这里是娱乐小魔匠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些娱乐资讯 说到如今热度最高的电视剧 那就不得不提到《言喜攻略》了 基本上在每天晚上的《言喜攻略》剧情更新之后 每一集的内容都会登上微博的热搜 这部剧的热度基本上可以说是全网第一了 很多人都知道魏英洛在复查皇后死后 只想在圆明园过完一生 但是在看到了明玉受虐待之后 魏英洛就开始觉得皇后的离世可能有些蹊跷 所以为了为皇后报仇 魏英洛才会想办法得到太后的欢心 成为乾隆的妃嫔 而在英洛成为了令妃之后 也终于赐死了耳情为皇后报了仇 但是在之后的剧情中 皇上却发现魏英洛每天都在喝养生汤 其实是逼晕药 而在皇上发现真相之后 便马上质问了魏英洛 是不是一开始就只是为了报仇 所以才激进自己的 因为现在已经报仇了 所以不需要自己了 而对于皇上的质问 魏英洛都只是回答 是 而这样的回答也真是让皇上崩溃了 很多人都知道皇上对于魏英洛是真的动了心 但是没想到他却一直都不爱自己 也不想跟自己生孩子 这里是娱乐小末将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好玩的娱乐资讯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